大家好 又是長毛雨綠 Long hair on hair的時間 看報紙說曾鈺成在所謂爆內幕 說其實他在2017年的時候 林鄭贏了就找過他 跟他封官許願地想哭 林鄭月娥曾經說民建聯搞了這麼久 都培養不了人才 覺得很不like 就在那裡伸 跟著就說其實民建聯有兩個局長在政府 當時林鄭月娥說如果我炒了他不行 如果換屆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事後到最後那位都沒有了 初頭就是蘇錦良 蘇錦良就沒有了 跟著就是劉光華就給面子 繼續留在那裡 留到反送中條例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制旗就剩下了 其實曾鈺成就說一半沒有說一半 他就說其實我們民建聯就只是負責贏選改 跟著支持政府的施政 所以你誰做特首關我什麼事呢 我們也不想做官 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老實說這把刀當然是硬過頸的了 頸怎麼會硬過刀呢 老實說入德民建聯 因為你軍事長是了 所以我們將但是歸功課的 那當然我認為這些階段都很深厚 那些民主黨連臺是 那些民主黨連臺也都擔心 它很深厚 那些民主黨就是 那個官位是高過頭的 自然就會循序 徒摸瓜希望再升上去做更上一層樓 有些就希望做行政會議成員 有些就做局長 所以其實在董建華實行了那個所謂高官問責制 就是說原來整個公務員體系打散了 要安插一些自己人進去裡面去管治的時候 就是說將一些左手左腳跟他不合作 或者是不能夠揣摩到常意會欺負的人換走 這就是所謂高官問責制 那時候就入了很多人進去 這個梁錦松那些背鑊 因為柳報這個買車的事件 就背鑊了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自然有一條腦 就是這條這樣的星官之腦就會走上去 所以你在這裡說 我不是這樣 多餘 實際上真的是這樣 你看到的 這個你就算講今屆的 林鄭發脾氣要換人 那你換來換去都有兩個的 那劉剛華就是一個經典 是不是 輸了選舉 然後就去安插他做副局長 就是這個民政事務局 然後又換屆 又因為要給面子又留任了 那大家都知道劉剛華就是 特場就是隱形 就是不會主動出來做一些 對他自己不好的事 那當然會炒 炒了之後 其實他 我當時也說過 劉剛華大鑊了 因為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 在反送中運動裡面 有一次有些藍色的水射 譚文豪和另外一位 這個 這個 印度籍的領袖 在那個 這個 尖沙咀的那個 清鎮室那裏噴下去 說當時 劉剛華應該就是做這範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 竟然林鄭去道歉的時候 劉剛華不知走了去哪裡 那一定是大鑊 然後再輸了那個 區議會大敗 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 也是負責這一番的 負責做那些 臭街坊 幫這個 地區的建制派 去拿著數 擔凳仔 牙頭位 那要走了 但是 接他那個叫徐英偉 也是這個 民建聯的人 他由這個 勞福局副局長 移過去 是不是 他一上台已經很少人來問他 喂 副局長你對那些最低工資怎麼看啊 你覺得那個水平合法 你都忘記了 都不知道是什麼事 即是說 上任之前都沒有做功課 即是隨便 一拿起 喂 你對 上去做官 這樣就已經做了 你看到整個官制根本都是浪費時間的 就是說 第一 你有沒有後台 第二 就是你 能不能夠令到 上大人注意你 這個就是整個官場術來的 很簡單 你看回這個 林鄭月娥 你自己說人家沒有人才 這個幫不了手 你自己選的 很簡單 鄭若驊 都沒得 因爲挖地洞 就已經搞到滿城風雨 已經沒有了 公信力 是不是 你自己選的 你還說他 跟他一起合作的時候 覺得他做事很快 那些法律很好的 搞成這樣 是不是 變成了一個笑柄 這個 張建宗 是一個 由這個局長又升了去做司長 你自己選的 但是張建宗本身已經在 2007年的時候準備退休做公務員 是不是 一直在官場捱著捱著 張建宗說 陳婉嫻說你做局長好一點 那他就做 一邊做做做做做做做一下 做到沒有人用 就扔了張建宗上去 是不是 至於陳茂波就更加是 大家都 劏房波這麼多醜聞 但是 因為 他是梁振英的其中一個敵系 也都 可能 這個共產黨喜歡 那麽又放在那裏 那三個司長是你選的嗎 不是你選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 在這個官制底下 其實 當共產黨開始 說要 是 全面管治的時候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 那些官員都是由他選的 是不是 你看看 那個曾國衛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是不是 本來是海關的 他的賣點是什麼 就是因為 習近平 那個慈賞 放在那裏 是不是 就是 上大人看到 咦這個可以啊 曾國衛 是不是 這個聶德權 你自己的愛將 又是因為 這個對於基本法第22條的了解 連續錯三次 被人踢走 那你就 哎呀不要了 我踢走 羅志剛 踢走 羅志剛 羅志剛就是這個 公務員事務那個局長 那當然是大件事 就是因為在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有很多公務員出來 支持這個 五大訴求 參加一些集會 有些人出來公開支持 喂 羅志剛做不到事 或者不想做 那便找聶德權下去 所以其實他調官的時候 其實也有了殺著的 就是聶德權 這個 帶罪立功 下去 刁公務員 所以你現在看到 整個公務員系統 開始急急陣了 因為 可能會追究了 是不是又有什麼的 新的 公務員新的誓詞 各樣東西 新的 合約 這些東西 看到整個官場 不是因為 你 林鄭 要做什麼 而是人家要做什麼 還有 有些人是 得到 上義的寵恨 就這樣折落你 你都可以的 很簡單 你又說回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阿薛永恆 又是機電工程署 出身的 我不知道他背景是怎樣 那你很簡單 你說回陳凡這個局長 是由機電工程署的處長 破格星做這個 運輸 運輸局的局長 是不是 喂 搞了什麼出來 笑話來的 是吧 完全沒有辦法去制衡那個 超支 港鐵 那些出錯誤那些東西 唯一我想就是 他將港鐵變成黨鐵 都算是 就是 立了功了 是不是 喂 這個就是整個問題 官場出現的問題 不是 你所說 喂 你為什麼沒有人給我 人家用什麼靠你 如果要上位 第一 第二 就是 但是你想要的人 你想要的人都未必可以拿到 或者 可以這樣說 就是整個 現在官場的官制 就是說 整個 金字塔這樣的權力架構 最後來 牽線的人已經是由大陸去 決定了 用誰不用誰 是不是 所以 在這裡說是浪費時間 第一就是 曾學成說 喂 我們不是打算做官 去做這個 議會裏面的保皇黨的頭 去支持政府 但是 你會想一下一件事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候還有什麼 就是所謂支持政府可言呢 因為這個選舉的制度都已經被 這個 共產黨指揮底下的 用DQ的方法 用這個 這個 延選的方法都破壞 破壞桌盡 其實 我們說來說去就是說 你再要有一個所謂要看得下 說得下 要爭取到香港市民的 所謂他們以前說的所謂中間派的支持 已經沒有了 這些議員都不用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會產生了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 現在 做議員也好 做官也好 不是 說什麼呢 就不是說說你的能力 是不是 不是說你的能力 不是說是非 是指問立場 就是你 是不是根性苗紅 你是不是 最肉酸的說話都說了出來 也都是指說關係 不論能力 因為 你的能力就是 令到 那些 在背後扯線的 譬如駱惠寧 或者其他 中共的高官覺得令眼相看的人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有一個新的 現象 就是說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 所有的權力令人 腐敗 絕對權力 絕對腐敗 現在香港就已經到了一個 絕對權力的 臨界點了 那就是絕對腐敗 那腐敗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想做官 或者你想 在這個 在這個香港的所謂 政壇裡面向上走的時候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了 還說什麼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 你看回我們昨天不是說的 說過金喜事件和宣導會小學的 就是說要清洗 要整肅 要醜喉船上去迫害那些 就是政見不同的教師 那就要出位 這個689 反反聲 追殺 但是老實說 還有一個 領域就叫做司法界 是吧 司法界 就 然後很多人都說 喂 要搞搞他 你看到的 今天有一宗新聞就是 對一位叫做何俊堯法官的 投訴 6項都不成立 那何俊堯法官就已經其實就升 即是一早就已經升了上去 高院那裏做 做另外的工作了 但是呢 這個藍絲都不停不停 投訴這位法官的 原因就是什麼呢 那些藍絲覺得這位法官 在判案的時候是偏頗 經常說這個警察的 這個證據就是 匪夷所思 這個 謊言謊言謊言 不止放人 而且都說 警方做事是非常之偏頗 或者是那西 或者是 濫控濫捕之嫌 那個問題 出現了在哪裏呢 是否這個 法官是 因爲這樣就要 被人家搞呢 實際上也真是這樣的 是吧 我們說回 你看看 今天已經 出了這個報告 即是出了報告之後 這個 民建聯的周浩鼎和郭佩帆 仍然咬住不放 是吧 你想想這個 你說 在民建聯有兩個人 是專門要來招呼 司法界的 是吧 專門是要來 說那些 法官是偏頗的 說那些法官 這個 警察拉人 這個法官放人 專門搞了很久的了 由這個雨傘運動的時候 已經開始這樣說 是不是 好了 這個周浩鼎 就是其中一個民建聯裏面 就是 在年輕的一個 一族裏面 就是比較多機會曝光 最初就想辦法律專業人士 現在搞一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專門做打手的了 你看回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不是 你做得些什麼 不是 你的能力 而是你能不能夠 揣摩上意 能不能夠 是這個 做一些 人家 你不敢做 你做 你夠膽做的出位行為 就是什麼都夠膽說 什麼都夠膽做 那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何君堯 但是何君堯就不是這個民建聯 所以何君堯做的事情 其實也都跟 民建聯裏面的人有競爭的 你看看 何君堯 在這個中聯辦裏面 用詳細的筆記 記住那些領導說什麼 然後 再告訴大家 大家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這個就等於 就是頒獎 是吧 夠了 這個很簡單就是夠熊 是吧 就是在共產黨來講 熊和磚 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還是你的立場 是不是你這個 做事的時候 立場鮮明 是要計算的 所以就是說 指熊不磚都可以了 現在在香港 總之你做到我想要你做的事情 就可以了 好了 這個 周浩鼎做過什麼 你看看 第一 他真是 出頭老角 第一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梁振英 我還會知道 這個梁振英 他就不會知道 他在做什麼 我會知道 他就想說 其實這個梁振英 他就覺得 他就想說 他就想說 他很難看 那去做什麼 他就想說 他很難看 就是他 他就說 他要去做什麼 就是他 在這個立法會裏面有一個沒有特權法之下的調查 這個梁振英689這樣都要害怕的 就私通當時這個做立法會議員的周浩鼎 也是那個調查委員會裏面的一個副主席 兩個人可以半夜三間用這個電郵去量一下 到底這個問題好不好問 那個問題不要問 或者這樣問好不好 這個問題不要給他問 這些很明顯 一聽下去就知道有問題 因為立法會就是去查特首的 特首叫一個立法會議員在調查委員會裏面 有這個相關的權力去決定找什麼不找什麼的 這樣都做得出來的 出來若無其事 是不是 公職人是不當罪 無其事 好了 到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 周浩鼎又有份的 沒有反送中運動之前 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因為他和李慧琼和那個在台灣被殺害的 女孩子的家人去開機車超台會 他就要林鄭去做些事情 那就有反送中條例的出現 他們若無其事的 現在你想一下 那位受害者的媽媽出來問 喂 林鄭月娥 周浩鼎 李慧琼 你當初說幫我才搞到這麼多大學 那現在怎麼樣 這個陳同佳已經是出來這麼久了 都不用去台灣 沒人回答的 是不是 只是說他是自由人 喂 阿哥 不是吧 你看到的 周浩鼎本身 他是一個法律界的人 他是一個有專業資格的律師 喂 他就在這裡這樣搞的 他是有才 他是知道某一些東西 他有專業的知識 但是他用專業的知識 就做了一些 大家都覺得其實是不應該做的事 作為一個法律 專業人士不應該做的事 是不是 好了 到最近出位 是不是 就是說 在這個藍絲去攻擊那些法官的時候 他就和葛珮帆一起做了一齣大戲 在九月的時候就說 我知道了 有一個法律的這個會議 是這個法官之間的會議 那法官的會議裡面 他就說 有人有一個名訊 說給我聽 有些法官是 說有些法官在那個會議上面 就說了一些東西 就是叫那些法官是要小心言行 要 意思就是 暗地裡就說那個法官是說那些 對於那些執法人員是不敬 這個 說那位法官是暗示審案的時候 是應該對這個黃絲網開一面 暗示 是不是 他就說別人說 藍絲法官被人起底是該死的 這些道聽途說 說了一大堆 就說明確有其事 但是後來這個 這個司法機構已經出了這個聲明 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它說那個聚會 也是一個公開的一個研討會來的 沒有這樣的事 你想想 這樣也能出的 如果是第二個說 早就已經是藐視法庭了 不過不要緊 底子九眼 是不是 沒事 到了這個 何俊堯法官六項的投訴不成立 這個周浩鼎都繼續咬著不放的 還繼續 他還好笑 這個司法機關就說 這個律政署都沒有上訴了 又沒有這個覆核 證明這個律政署都覺得這件事沒事 這個周浩鼎我告訴你 喂 不是吧 律政署說沒有就沒有 是不是 其實律政署不做的事情 本身已經有問題了 我們會繼續監察它 我們會繼續批評這個司法機關 還說要叫司法機關走上來這個立法會那裡 是接受這個質詢和監察 包括他自己說匿名檢舉那個會議 他還說 你說沒有這個會議就行了 我要問清楚 我就知道有這個會議 但是內容是什麼呢 你沒有說到 我匿名人告訴我 我聽的內容 你說沒有 我都不信 麻煩你交代 根本就是已經是做到好像爛仔一樣 是不是 已經是我不管 總之我一定要將司法這個部門去整肅 用他的力量去鼓動那些人去令到法官受到壓力 那個司法機關受到壓力 很簡單 這個還不是出位 這個還不是 體現了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司法的部門都是要受到這個 要好像很多的愛國愛港人士那樣 都是一個治港的一部分 要配合政府 不過配合政府的意思就是配合周浩鼎的民建聯 或者這幫人的所謂司法的原則 是要跟他們的喜好去判案 就是這樣 所以很簡單 你說民建聯或者其他的保皇黨 是不是沒有人才 是有的 告訴你 這個新人類新人才 就是近親繁殖 痴痴呆呆坐在一台 行下一氣 敬商獻微 是不是 作惡越多 獎賞越多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很快的 對完教育 現在司法又來了 是不是 所以你再想一想 下一個星期 林鄭月娥上去立法會要說什麼 司令報告 除了說我們繼續要用明日大嶼丟錢下海 幫幫大陸手之外 即是說要用六千億去做一個人工島之外 其他的就是講選舉投票 選舉投票 竟然說 初頭就說大灣區可以投票 現在不是 總之在大陸的主要城市去投票 你想一想 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 是一個什麼情況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看著 在這個大家看到的 競商由建制派裡面去內部競爭 去以這個立功 以表達這個附和或者揣摩上意 去進行各種的清洗 各種的整肅 我想陸續又來 我們 我希望大家對於這些 提高警惕 對於任何這些 這樣 差的事情 大家不要沉默 要出來抗爭 要出來 鞭撻他們 下次再跟大家談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 達到一年 的權利